不久的未来,地球爆发战争,大气层被破坏,地球被收为废土 一个武功高潜的男人,护送了一本经书一路向西,独自行进了30年 途中见识了无数邪恶之势,为抢夺资源的杀人狂徒,为填饱肚子的食人魔鬼 然而所有威胁到经书的人,男主都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但更加巨大的磨难正在前方等着他,他能完成护送经书的任务吗?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今天宇哥为你们介绍一部末世电影 不远的未来,世界再次爆发战争,大气层被严重破坏 城市在浮射的着收下,变成一片废土 在这个失去文明的世界,猫都被烧成了五毛猫 埋伏在暗中的男主爱丽,突失了冷剑,获取了今天的晚餐 一路上,男主在这片贫敬的地球上,努力搜寻他所上无解的生存资源 他来到一间小屋,从死去的屋主身上得到了一双合脚的鞋子 随后在屋内生起火,享用着来之不易的猫肉晚餐 一只老鼠爬了过来,男主知道他饿了,赏了他一块猫肉 真是只幸运的浩浩 音乐是这个世界上没数不多能让人开心的东西 男主一边享受着音乐,一边修整自己的装备 用肯德基湿巾为自己清洁身体 然后小心地用钥匙打开一本厚着的书,认真研读起来 一转眼天已经亮了,随身听也电量耗尽 再次上路,经过一条隧道时 一个女人跪在购物车前寻求帮助,露出了白花花的大馒头 男主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也拥有鼻子嗅出了邪恶的味道 果然有埋伏,这女人是个诱饵 面对几个抢夺背包的土匪,男主却毫不畏惧 对两头土匪说,再碰我一下,我就废了你的手 土匪哈哈大笑,伸手去摸男子的瞬间 右手应声落地,另五个土匪一拥而上 这位男主切瓜砍菜一般,轻松收拾 这群土匪,偷接不成18米 反被男主搜去了所有有价值的资源 男主临走前告诉幼儿女,自己要去西方 继续走了一会儿后,男主遇到一对男女 几个飞车等赶到一枪射死的男人 又强暴了可怜的女子 男主对自己不断默念,这和你没关系 才强压住出手的冲动 前方出现一座小镇,作为陌生人 男主一直被人监视着 他来到一个杂货店,用几片砍刀机湿巾 与一支打火机当前,让老板帮忙给随身厅充电 这时那会儿窝窝窝窝的飞车党又来了 原来他们是被这个小镇镇长卡总派出去找书的 尽管飞车党们并不识字,也没找到卡总需要的书 但为了让他们乖国听话继续找书 卡总依然给了他们奖励 便用飞车党找来的洗发水 为盲女情妇写了个香喷喷的头 等待充气的间歇,男主去酒吧买水 用一条围巾加一副手套,与店员小哥达成了交易 盲女的女儿,漂亮的服务员小辣,去为男主取水 等待的时候,飞车党过来走城 称男主把他养的猫推下了桌 男主努力克制住心中的怒火,不想与他起冲突 甚至向这别孙道了歉 那和对方一再得寸进尺 被男主还一掌拍在桌上 哪知这别孙如此弱不经风,直接挂了 本想经水不犯河水,其他土匪却不给机会 男主只好将背包放在地上,大声念起圣经 抽出了背后的砍刀 这一幕被卡总坚守眼底 他很欣赏火力抽筋的男主 要让他做自己的手下,协助自己扩建小镇 大远没得说,要啥给啥 这位男主婉言拒绝,表示自己必须要去西方 卡总推而求其次 让男主留宿一晚,明日再做决定 男主被软禁在一个屋内,盲女送来了好吃的,好喝的 见男主不为所动,还派出了美丽的小拉去实施色诱 怎知男主对女人并不感兴趣,直接开门赶小拉走 但小拉说,若自己直接回去,妈妈会被卡总伤害 她只求在地板上凑合一晚 善良的男主同意了 男主是战前出身的人,告诉战后出身的小拉 我们那时扔着的东西,现在的人却争得你死我活 这人,小拉注意到了男主的圣经 提出想看一下,男主当然不给 但他愿意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小拉 饭前,他牵着小拉的手,坐起来祈祷 第二天一早,小拉模仿男主的样子 与老妈坐餐前祈祷 卡总瞬间两眼放光,逼小拉说出了实话 圣经正是卡总一直在找的书 人儿当他派人赶到,男主已经离开了 人儿男主刚出杂货铺,卡总就带人来抢书了 原来卡总想兼用圣经的力量来完善自己的统治 有了圣经,人们就有了信仰 自己便不再需要用暴力统治小镇了 但男主想将圣经送大的地方并不是这里 而是在更远的西方 他不顾卡总威胁,扭头便走 于是卡总派手下向男主开了枪 这么多人,却根本干不过男主一人 卡总的腿也被射伤,被迫撤退 手下撞着感觉,男主有如神灵保护一般 放下了手中的枪,男主帅气的绝尘而去 但没走多久,小拉便跟了过来 又随男主一起离开 见男主不肯,将卡总的水源地告诉了男主 这里有一处泉水,然而当男主盛满泉水后 就将小拉反锁在了里边 因为男主知道,路上会遇到更多失去人心的恶魔 小拉跟着自己并不安全 卡总这边仍没有放弃 集结了一队人马去追男主 副手撞撞趁火打劫 借机提出让老大将小拉赏给自己 才能继续提供帮助 此时,独自在末世中前行的小拉 被幼儿女演了过去 几个饥可难耐的土匪很快现身 将小拉强行脱走,欲行不轨 关键时刻,男主一记春当剑 结果了土匪的狗命 应让另一个土匪也归了西 小拉充满感激地扑进了男主怀中 卡总与手下很快发现了土匪们的尸体 男主已经离自己不远了 但万事跟踪会被发现 反正男主步行也走不远 来日再战 深夜男主二人在一处休息 小拉再三要求下 男主为他背诵起了圣经里的内容 小拉心灵瞬间得到了净化 大赞吼诗 这是唯一一本 没在战火中备火的圣经 有人说战争就是因此而起 所以其他圣经都被人们销毁了 谈到如何找到这本圣经时 男主说 他在战后听到一个声音指引他 找到了这本埋在瓦利下的圣经 男主会在声音的指引下 将书带去西方一个安全之地 且男主会得到保佑 他已经走了三十年了 第二天一早二人再次踏上了旅程 途中发现了一个独居小房子 没了找水后来到门前 却在开门的瞬间触发机关 双双掉了门前的县角 房主是一对老夫妻 男主二人费好大口说 才让二老打消一律 让他们相信自己并不是坏人 好客的阿伯 抖着小手蹲茶来款待尊贵的客人 并放弃了唱片 还在二人看了后院的墓地 表示这些都是想霸占这里的坏人 但男主知道 这两口子吃了这些人 所以手才会抖 二人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刚出门追兵就来了 两人只得再次躲进屋 好在老两口家武器精良 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哪知男主却将书扔了出去 但打开一看才知道 这他妈是炸弹 怎料卡总那边的武器更牛 阿婆不幸丧生 伤心欲绝的老乔 迸发出洪荒之力 与敌人拼命 但杀掉几个敌人后 就被对方的重击枪 突突成了筛子 整间房子都快被毁了 男主二人只得投降 老卡用枪顶着小人的投降威胁 男主被迫交出了圣经 然而很多的卡总拿到书后 瞬间给了男主腹部一枪 男主茫然失色的掏出小刀 躲咕又喷 却找不到敌人 这个战无不慎的神行者 终于倒下了 卡总想向手下证明 男主也只是个凡人 并没有什么保护盾 拖走小拉扬城而去 人而路上 勇敢的小拉 悄悄掏出皮绳 勒住司机的脖子 弄翻了车 随后向卡总驶着的车子 丢出一只手雷宝灵球 将另一辆车炸翻了壳 小拉开上车子去救男主 卡总的车 有只狗回城的了 最终决定 弃区宝足 返回大阪营 小拉回去 却没找到男主 竟发现男主又在 继续向西前进了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小拉将男主带胜出 向西驶去 男主表示 这些年来 自己太着眼于保护书的安全 却忘记了书顿的精髓 奉献他人 多过关照自己 没过多久 二人来到了金门大桥 河队岸有座城市 就是这了 这组城市的人很有善 他们正在着手重建 这里有印刷机 还收集了很多名书 远名街的唱片 唯独没有圣经 虽然书没了 但男主早已经 书的内容倒背如流 记录员边听边记下 男主付书的内容 在看卡总 他虽然抢到了圣经 费钱力气打开锁 却发现 这居然是一本盲文书籍 他值得找盲女翻译 盲女触碰经书后 露出了快乐的表情 但他拒绝给卡总翻译 谎称自己也忘记了 如何阅读盲文 腿穴的卡总拿他们一招 盲女也许了卡总一番后 离开了他 而此时 实实的卡总 也控制不住局面 留下的人们 已开始造反 一切全乱了套 卡总的下场可想而知 而男主这边 偏见最后一次力气 终于将脑中的圣经 全部背出 将其打印了出来 男主虽没撑起来 但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送别男主后 小兰背上男子的大刀 戴上耳机 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爱丽之书 是艾伦修斯 与埃尔伯托 修斯联合指导 丹德尔华盛顿 加里奥德曼 米拉库尼斯主演的科幻片 于2010年美国上映 墨汁废土风 加飞车等 看影片时 雨歌就感觉 这部电影的设定 像极了北斗神拳 影片的色调极为阴冷 成功引导出了 墨世的荒凉 与人性丧失的感觉 但全篇看到最后 最令我意外的 是我没想到 男主居然是个盲人 即使不是纯盲 至少也是视力障碍者 其实片中 多处已提前给出了暗示 如男主的鼻子很灵 提前便嗅到了 土匪甚至的臭味 识破了他们的埋伏 在车上嗅到了海水的味道 果然到了金门大桥 另外之前所有打斗戏 都是在对方先出手 发出声音后 他才出手反击 包括那段枪战戏 男主也是在听到 对方开箭的声音后 才听音变位 回射对手的 腹部中枪后 男主盲人失色的掏出小刀 左顾右盼 却找不到敌人 这也是因为 当时敌人也知道 中枪的男主没有威胁 所以没有再出手 眼眸的男主听不到声音 自然也感应不到 对方的位置 无法给予还击 你们觉得男主是盲人吗 欢迎在评论区 说出你们的见解 做视频不易 最近远哥真的很难 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辛苦大家 动作小手 转发评论点赞 支持一下 感恩